再來處理Water塗層 讓圖形呈現有水流下來的效果 所以特別注意原來Water塗層是在下方 記得把這個塗層放上來之外 還要把眼睛打開 因為它這個塗層預測是眼睛沒打開 沒打開就看不到的意思 那接下來我要讓水流下來有這種水流的效果的話 那要怎麼做 基本上你可以運用一個工具 叫什麼工具呢 這邊有一個叫指尖工具的 它的位置是在模糊工具的下方有一個指尖工具 那你可以利用這個指尖工具 把它往下抹一下 我可以試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指尖工具 那你又可以往下抹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有往下的效果 但是你會發現奇怪我這樣子 它抹一下它就往下 可是我等一下水流很大 你會把水流怎麼那麼小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樣抹 要抹很久 所以怎麼辦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這邊有筆刷的效果 你可以把筆刷怎麼樣 可以把筆刷的直徑 本來只有13 你可以把這個直徑拉大一點 有沒有拉過來這邊 然後看一下 20起 30 但也不要拉太大 拉太大的話 可能水流會太大 另外還有硬度 你可以再調整這一個跟這一個 主要是調整直徑 直徑調完之後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 水流 瞬間就加大 至於 那個水流要長得像什麼樣 其實這個可能就是盡量越向越好 再往下一點 有沒有 水就流下來 越向水流越好 有沒有 好像跟他流的有點不太一樣 反正只要接近就可以了 主要是把 直徑 硬度部分的話 我想你自己再試試看吧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柔編啊 或者是什麼 這些其實你都可以試試看 配合直徑 然後自己再刷刷看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 完成 再來的話 再下一道題 我們來看一下 剩下的話 這個做完了 然後再來就是 複製圖層1 將他的 寬 縮小為 就是原來的60 然後不透明度的話 65 並且 放到後面去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圖層1在這裡 按右鍵 把它複製圖層 然後名稱叫什麼 圖層2吧 它沒有講 我放圖層2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的話 圖層2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把它移動 移動到哪裡 移動到後面 不過你會發現 圖層2怎麼樣 它會在上面 所以記得 你可以先把圖層2拉到下面 它在後面 然後並且把它的大小調整 成60% 怎麼60% 還記得吧 任意變形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快速鍵記一下 叫Ctrl T 或者你點這邊也可以 任意變形 然後它是說60% 60怎麼調比較 比較快 記得這個鎖先鎖起來 因為寬跟高要保持 然後把100改成60 寬跟高會一起變動 OK 60了 然後再來用移動工具 打勾 移動工具 把它移到後面 哪個位置OK呢 你可以再看一下 好像再 再上來一點點 反正大概 跟這個一樣就可以了 再右邊一點點 右邊你可以用箭頭 用那個 上下左右的右邊 大概在 它好像在 再上來 再下來一點點吧 下來 然後再右邊一點點 大概位置就這樣 差不多了 在右邊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的話 最後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它縮小 複製 移動 記得放在下一層 然後再把它縮小 所以Ctrl T 縮小成60%之後 最後的話呢 記得把它的不透明度 改成 65 不透明 它現在透明度很高嘛 就100% 那透明度在哪邊調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不透明度 100%是全部看到 0%是完全看不到 所以如果你這邊 把它這個地方 不透明度改成0的話 它會怎麼樣 不見了 它要改成65 有沒有發現 所以如果你要做那個 不透明的樣子 就是從這邊做就可以了 那65% 65 OK Enter 好那這樣的話呢 這一集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你就把這一集 另存新檔 然後 存的檔案名稱的話 桌面上好了 106A OK 那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 也是利用類似 的 範例 然後 只是說也許你前面不一定是水管 你可以用人物 或者其他 然後做那個 兩張的合成照片 或者是 一個主題 兩個、三個、四個、五個都沒關係 然後或者是轉角度 任意變形大小 透明度調一下 沒關係 但是記得 要不你們就給我兩張吧 一張是圓圖 一張是 你做變化之後的圖 那我兩張要做個比對一下 如果你變化越大 那表示你的創意越好 那創意 自己可以去做調整的 反正這類似像PS大神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圖 有一些 戲劇的張力也不錯啦 一眼 就 很有創意 OK 試一下 畫面先完美 給我一下 就盡量有點創意 怎麼樣 沒有創意 沒有創意